从诊室出来已经五点半,刚好遇到晚高峰,我一手拿着病例和药物,另一手拎着菜,艰难地挤在公交上,电话突然疯狂震动,一个小姑娘好心帮我提了下菜,我才腾出手接电话,儿媳小月尖锐的声音响起,妈,您怎么还没去接乐乐呀? 乐乐学校老师说,就剩她一个了,一直哭一直哭,我一听慌了,忙追问,那乐乐接到了吗?早上梦松出门时,我跟她说过,让她今天自己去接乐乐,我下午有事,话还没说完,就被她生气地打断了,妈,什么是能有乐乐中药啊?孩子还在学校呢?您赶紧去接吧。 我这儿走不开,说好和闺蜜逛街吃大餐的,梦松她下午都在开会,肯定早忘了,这点小事,哪用得着麻烦她?我刚想回答,我赶过去也来不及,让孩子爷爷先去接,她已经放下了电话,挂断前我清晰地听见,儿媳对闺蜜不满地抱怨,现在老人可真会夺懒,一点小忙都帮不好, 什么也指望不上,我胸口一致,本想给老伴打电话的手顿住了,脑子里突然想起医生刚才的叮嘱,您现在身体很虚弱,以后检查治疗,尽量找个家人陪同,另外,一定要少操心少做家务,罢了,既然帮不上忙,谁的孩子谁负责吧? 发着呆又过了两个站,电话又响了,这回是老伴梦之秒,韵如,你在外面转悠了一整天,乐乐在学校没人接,这个情况你知道吗? 我刚到家就接到小月的电话,她都快急哭了,说给你打过电话了,你怎么还没到学校,人家老师早下班了,把孩子交保安看着呢,乐乐现在该多难受啊,我沉默不语,胸口越发紧闷,等她数了完,我才回了句,孩子有亲爹亲妈,别都指望我一个老人家, 许是我的语气是对她从未见过的冷淡,她愣了几秒才严厉开口,你说的什么胡话? 韵如,不是我批评你,乐乐是我们孟家大孙子,你这是当奶奶该有的态度,算了,今天我亲自去学校接乐乐,你赶紧回家把饭做好,孩子们在外累了一天,到家吃不上口热饭也不像话, 我本想跟她说,我现在的身体,也很不舒服,话到嘴边还是没说出口,这么多年,早改掉了诉苦的习惯,说了,做不过的句矫情而已,索性第一次没应她,先挂了电话,孟芝淼这辈子过得清盛,书香门第出身,年轻时就当得上是芝兰玉树,工作一路顺畅, 今年刚从文化馆副馆长上退下来,几十年文艺工作沉淀下来,即便今年六十岁,在人群中也是一眼出挑的儒雅气质,更何况凡尘俗事她从不沾手,也不须她沾手, 从小自有婆婆事无巨细,替她打理妥贴,结婚后,我这个新娘又接了棒,新娘熬成了老娘,家里万事没让她操过心, 袜子都没自己洗过一次,她信奉君子远刨厨,厨房是不会进的,她认为生活琐事只会玷污她高雅的艺术气息,退休后也没闲下来,每天活跃在社区和老年活动中心, 合唱,拉丁,小提琴,琴棋书画轮着来,人人捧她为多才多艺的孟老师,荡期比退休前还忙,儿女都清楚,干活是指望不上她的,也从不会让她帮忙接,带孙子孙女,反观我,少时学画,年轻时和她在同所大学的国画系就读,一手单轻,也曾得老师青睐称赞, 后来呀,遇到了梦之苗,就先进去了,在后来这些年,除了照顾老梦,做家务,带大孩子又带孙子,成日匆匆忙忙,人生却乏善可陈, 哎,不提也罢,想着想着,公交车外的街道渐渐熟悉起来,不知为何,一颗心却越来越沉重,或许是癌症初期的不是吧, 突然就不那么想回家了,但也不知去哪里好,父母过世了,老姐妹们又各自有家庭和忙活的事, 我看着车窗外出神,第一次生出悲哀,活了五十八年,进到了无一人可倾诉的境地, 又过了约半刻钟,电话第三次响了,韵如,你怎么还没回家做好饭,乐乐嚷着饿死了在闹脾气呢, 梦松也马上到家了,我又不会做饭,你预计让我们晚餐延迟半小时吗,怎么人越老,还越不着调了, 你到底去哪了家也不管,梦之秒的波音枪自证枪圆,车上如此嘈杂,我也听得清清楚楚, 年轻时迷恋她的声音,连吵架时都生不起多大的气, 此刻,却觉得格外刺耳,原来在好听的声音骂人,也是骂人,多年滤镜好像一下就散了, 我不带情绪回她,你们两父子加起来快一百岁了,自己没手没脚吗, 怎么,我要是死了,你们还能饿死自己,对面明显愣住了,还没等她说话, 我又挂了,她没再拨过来,梦之秒有她闻人惯有的坏脾气,从不会求人,更不会向我妥协, 今天已经是第二次挂她电话了,她的骄傲不允许自己先低头,但是没几分钟, 儿子梦松的电话却打来了,我这电话,今天还真是热闹, 妈,您又在闹什么呢,乐乐不接,饭不做,现在还跟我爸顶嘴, 爸气得都不想吃饭了,好好的日子不过,也一把年纪了, 您做什么呢,她刚埋怨了两句,电话就被女儿梦主抢了过去, 她开口同样是满满抱怨,可不吗,妈,最近您怎么也开始偷懒了呀, 这么晚了还没做晚饭,好饿呀,我们一家三口都过来吃饭了, 西西点名要吃外婆做的红烧肉呢, 您可抓紧回来呀,不然她今晚且闹呢,我再度沉默了, 当年孩子们结婚买房时,都特意挑了距离我们一碗汤的小区, 说是离不开我们,儿子和女儿两家,除了周末节假日在外吃大餐外, 工作日基本来家里吃饭,孙子外孙女我也是一视同仁, 两个孩子从小一起带,常常累得直不起腰, 平时也是我从幼儿园接完西西, 再去小学接乐乐,顺便买菜回家做好饭, 一大家子热热闹闹吃晚饭,这两天西西奶奶来了,就没让我接, 可是当下,我不知该说什么,是该怪自己平时把他们照顾得太好, 还是该愿自己不会培养教育孩子,养了一堆懒汉呢? 半晌,我闷闷回道,你们自己吃吧,我今晚不回家吃饭了, 说完这句,我直接开了飞行模式,世界终于清静了, 不知不觉,车子早驶过了我家的站台,夜幕下垂,景色逐渐陌生, 我也终于有了座位,想来真的讽刺,一顿晚饭没做, 人人都来兴师问罪,可我确诊乳腺癌的报告, 就放在客厅茶几上,三天了,没一个人问过我一句, 他们天天窝在沙发上玩手机,看电视,打游戏,甚至茶几上的水果, 我每天不重样换新鲜的,他们也知道自己拿着吃, 可偏偏,怎么就没一个人多看眼水果旁边那本体检报告呢? 难道就因为封面上写的是我的名字,就自动被所有人忽略了吗? 就像我困在这一百来平方的家里,付出几十年,到头来却什么都没被看见, 儿女经常念道,我妈这辈子嫁给我爸算是享了大福, 一辈子不用出去工作,还轻松当上体面的文化馆领导夫人,亲戚也常感叹, 你们家老孟可是大功臣,一人挣钱养活整个家,又培养出两个优秀的儿女。 想到这,胸口又隐隐作痛,泪水也早已不知不觉流了满面,一把年纪了,我怕被旁人笑话,把头偏得更像外了一些, 城市的夜在泪眼朦胧中明明灭灭,可这万家灯火,竟没有一盏灯,是真正属于我的, 眼前突然伸过来一只白镜的手,递给我一张纸巾,还是刚刚的小姑娘, 阿姨,您眼睛进沙子了,擦一擦吧,她温柔笑着,窗边风大,当心感冒, 哦,我见您提着一包药,猜也许是身体不舒服,我接过纸巾,点点头,哽咽着倒了泻, 不知怎么回事,泪水越擦,却反而越多,几乎快要决堤,一个陌生人都能随手给予的善意, 而我的至亲家人却没给过我一分,一瞬间,我突然下定了决心, 得不到的爱和不属于我的家,不要也罢了,到了终点站,所有人都下车了, 我踉呛起身,小姑娘健壮,又主动帮我分担了一大半, 我感激到,今天真是太感谢你了,小姑娘,你住这么远上班,已经很辛苦了, 她白白手笑笑,没有没有,阿姨我就在您刚刚看病的医院实习, 其实刚刚好几站前就到家了,但是看您状态, 有点担心,就陪着坐到这里了,您是住这附近吗? 我愣住了,特别过意不去,我不住附近,要不我给你打个车回去吧, 阿姨没事的,给你添麻烦了,不用不用,您才应该打个车回家, 身体不好的话更不能劳累,我等您走了,再去对面坐反向的公交就行, 很方便的,不行不行,都怪我给你添了麻烦了, 我坚持拉着她走到路边,打了辆车让她一起,先送她回了家, 然后再让司机往我家那边开,今天出来检查,什么行李也没带, 我得回家收拾下自己的东西,小姑娘下车前笑着宽慰我, 阿姨,其实现在医疗技术挺发达的,放宽心,一切都会好的, 我会挥手道别,眼泪差一点又没忍住,一整天的烦躁和难过, 好像被这半路意外的善意,治愈了不少,回到小区, 我路过小区外那家出名的私房餐厅, 以前听老孟和儿女多次说起,这家价格昂贵的私房菜, 他们也只是在宴请时吃过,格调很高,但从没人提过, 带我这个老妈子来见识下,可能他们潜意识觉得, 家庭妇女的身份,不配这些吧,鬼使神差的, 我走进了这家餐厅,一个人吃了顿精致的晚餐, 中午买好的菜,早被我下公交车后扔垃圾桶了, 以前老想着,为儿女孙辈节约点钱, 我少花点,就多为他们省下一分, 打个车也要犹豫半天,现在自己都重病了, 该花我就花吧,也不知道还有几天能花, 慢慢品尝完家人曾盛赞过的菜肴, 却恍然发现,其实也就那样吧, 我也不是不能欣赏好坏的笨蛋, 吃完饭我慢悠悠消失往家走, 到家已经是十点多, 一进家门,一股浓重的辣味混杂酒气的味道扑面而来, 家人刚吃完一顿热辣的火锅, 餐桌一片狼藉, 客厅也像被洗劫过一样乱, 而媳妇和女儿窝在沙发上, 边啃压薄边刷短视频, 孙子和外孙女也有样学样, 吃着零食捧着平板在打游戏, 梦之鸟和儿子, 女婿在阳台, 品着小酒吹着小风畅谈人生, 老孟胃不好, 平时都是我盯着不让他吃辣锅, 更不让他沾酒, 今天这样放开了灶, 估计半夜老胃病又得饭, 我开门进去换完鞋, 好一会儿也没人注意, 最先发现我的是儿媳妇, 她抬头看了我一眼, 什么也没说, 黑着脸装没看见低头继续玩手机, 我穿过走道直接往主卧走去, 冷不丁却和一个熟人迎面相遇, 看见我, 对面也有些惊讶, 韵如你终于回来了, 我刚还劝老孟打电话哄哄你呢, 担心这么晚在外面不安全, 我愣了, 坦白说, 楚念双出现在我家, 并不是第一次了, 去年他搬到我家附近的小区后, 也来做过几次课, 但此时此刻, 他睡眼惺忪从主卧出来, 还是令我十分个硬, 楚念双, 梦之渺年轻时的白月光, 音乐学院曾经的芭蕾舞女神, 想来岁月也怜惜美人吧, 气质总是优雅如佐, 那时追梦之渺的女孩真多呀, 难怪他却唯独对这一位动心, 他们暧昧纠缠了几年, 一毕业, 楚念双却突然嫁了为年长二十岁的富商, 匆匆出了国, 我便钻了空子, 趁机对梦之渺紧追不舍, 梦之渺当时心如死灰, 只对我提了一个要求, 他要我结婚后放弃工作, 全力在家支持他搞艺术事业, 这几十年, 我自认做到了当初的承诺, 没什么对不起他的地方, 他也没再提起楚念双这个人, 我们默契地忽略了一些旧事, 但楚念双搬回来后, 第一时间就主动找上了门, 到我们家做客, 他说自己离婚很多年了, 到过很多地方, 还是觉得老家最适合他, 记忆中, 两人这次相见并不愉快, 甚至可以说气氛异常沉闷, 但从那以后, 梦之渺到底和他恢复了来往, 楚念双声音不算小, 一下吸引来全屋人的目光, 儿子见我回来倒是惊喜, 妈, 您总算回来了, 这么晚您去哪完了, 电话也打不通, 还好梦竹机智, 及时点了火锅外卖, 正好我们刚吃完, 您可以收拾餐桌洗碗拖地了, 女婿立马笑着插嘴, 妈, 要不您再给我们炸盘花生米吧, 爸今晚高兴, 我瞧他还没喝尽兴呢, 我还没出声拒绝, 楚念双却突然手足无措, 惊慌向我解释, 韵如, 你不会是生我气了吧, 刚才我有些头晕, 外面又吵, 之渺就扶我到你们床上咪了会儿, 孩子们都在外面的, 你千万别多想, 梦之渺文言, 放下酒杯快步走了过来, 念双, 现在好些了吗, 他先看了眼楚念双, 才转头冷冷地斥责我, 念双是客人, 你生气楚着像什么话, 原来你还知道家门往哪开呢, 我以为你老糊涂迷路了, 你看看, 现在都几点了, 这可不是一个快六十岁的女人, 该有的行事作风, 我抬头看了眼梦之渺, 忍不住冷笑一声, 那楚姐姐大半夜不回家, 在别人家主卧床上睡觉, 算什么行事作风呢, 你梦馆长大晚上扶一位单身女性, 回自己老婆的床上睡觉, 又是六十岁的男人, 该有的行事作风吗, 梦之渺的脸色刷一下黑了, 你这是欲加之罪, 乌人清白, 楚念双也面露尴尬, 拽了下梦之渺的衣摆, 念如道, 之渺, 少说两句吧, 都怪我, 早知孕如芥意, 我便不躺了, 我心里冒起一股无名火, 不想再搭理他们, 静止往卧室走去, 见我发火, 众人莫名其妙, 女儿忙跑过来拉住我, 妈, 您这是怎么了? 说话家枪带棒的, 人家楚阿姨只是感冒了有些难受, 她一个人在家病了没人照顾, 连做饭的都没有, 爸爸才接她过来吃顿饭, 再说, 本来今天也是您做得不对, 爸说, 您两句怎么了? 那乐乐在学校没人接, 肯定大家心里都急呀, 一家人互相体谅下, 儿子点头认可, 也上前软下声音劝我, 小妹说的是, 您成天在家想清闲, 不知道我们在外面多忙, 忙完一天回到家, 连一口热乎的饭都吃不上, 说话就冲了些, 您别放心上了, 我看着儿女, 一句话还没说, 儿媳挑着我手里提的药袋子, 有些阴阳怪气揭嘴道, 是啊, 妈, 乐乐刚刚可都饿哭了, 孩子那么小, 饿出问题怎么办, 您是一人吃饱全家不饿, 还逛街买了那么多保健品, 说了多少次, 那些都是智商税, 纯浪费, 这些钱留给乐乐兮兮多报个兴趣班多好, 再说实在不行, 多学一下人家楚阿姨, 人家有钱就收拾打扮自己, 这样您跟我爸一起出门他也有面子啊, 儿子见我脸色越来越难看, 忙扯了下儿媳给他打圆场, 说什么呢小月, 妈能是那种人吗, 她从来不舍得在外面吃东西的, 妈, 时间也很晚了, 碗筷明早再收拾也行, 要不您先给两个孩子洗漱睡了吧, 嘻嘻说她今晚也在这儿睡, 我转头, 目光冷冷扫过每一个亲人, 使欢起我来, 他们一个比一个顺手, 但我这么晚回来, 没有一个人关心我在外面, 是不是遇到了什么事, 有没有吃过晚饭, 这种亲情, 比那个陌生小姑娘还不如, 人伤心到一定程度, 可能会麻木吧, 我没有情绪地缓缓开口, 有件事, 我正式通知你们一下, 你们都长大了, 也都成家立业了, 该断奶了, 从今天起, 我不再当你们的老妈子, 你们没人接孩子看孩子的, 没饭吃的, 没人打扫卫生的, 都自己解决, 另外, 想出去照顾别人, 生病虚弱不能自理的, 也请自便, 我季孕如绝不再管, 也不会干涉, 当然, 我也不用你们管, 我宣布完, 所有人面面相去, 妈, 您说什么呢, 没有您, 我们白天上班都来不及接孩子, 就是啊, 再说下班回到家都快六点了, 在做饭, 什么时候能吃上啊, 妈, 我们也没把您当老妈子, 您看爸成天在外面忙, 您也没什么事, 就当举手之劳帮帮我们, 您也不无聊啊, 几个孩子, 你一言我一语上前劝, 我心里的火气更盛, 我不觉得无聊, 谁觉得是举手之劳, 就自己劳吧, 你们的妈也是个人, 操劳几十年了, 也需要休息, 女儿见我真动怒, 连忙抱着我撒娇, 妈, 没让您不休息啊, 您又不上班, 天天在家, 不都是休息, 说来说去, 您不就是生气楚阿姨, 可是人家也没做什么, 我们这么多人一直都在家呢, 再说, 你们都多少年老同学了, 他病了照顾下, 不也应该吗? 我已经被他们气得, 胸口又有些发疼, 我推开他, 有的话必须说清楚, 否则人人都装傻, 第一, 在家不代表在休息, 谁不信谁承包一整天家务事事, 第二, 楚念双来者时刻, 我不便多说什么, 但他如何与我无关, 并非我邀请来的, 我也管不着, 许是见我语气是从未有过的严厉, 儿女们不敢再多说, 屋内气氛也降低到冰点, 楚念双突然抹了下眼角, 哽咽着冲我道歉, 真的对不起, 韵儒, 说来说去, 都是因为我害你和知苗不愉快, 今晚打扰大家了, 我还是先回家了, 再见, 他说完便快速向玄关走去, 边换鞋边拿外套, 荷包就要往外走, 几个孩子见状, 赶紧追了出去, 孟之秒突然拍了下桌子, 够了, 季韵儒, 你从下午起就不对劲, 自己晚归还找茬, 你不就是介意我下午去照顾念双了吗? 过去的是多少年的老黄历了, 他一个风寒发烧38度的病人, 你跟他计较什么, 人活一个格局, 你怎么越活还越小气呢? 说完他拿上外套和手机, 也跟着追出了门, 行, 既然我越活越小气, 那我就彻底小气一回吧, 我直接回到卧室收拾东西, 别说这张床, 就连这个家, 我也一天都待不下去了, 更何况我这个病, 医生叮嘱过需要静养, 千万不能动气, 光是今晚回来这一会儿, 已经胸口堵得难受, 梦之秒出去后, 很快孩子们都回来了, 他们见我在收拾东西, 以为我没事了, 几人又安慰了我几句, 妈, 爸去送送楚阿姨就回来, 太晚了, 他一个女人回家不安全, 妈您别多想, 人家楚阿姨出国游历多年, 气质身材都保持得很好, 什么人没见过, 要是他真和我爸感情那么深, 当年就不会嫁给别人了, 对呀, 再说我爸也六十的人了, 还能有什么想法, 妈, 今晚我们都自己给孩子洗漱, 您就休息一晚, 明早起来, 做早餐, 再送他们去学校就行, 我觉得郭躁, 反手关上了卧室门, 行李简单, 很快就收拾好了, 不过几件喜欢的换洗衣服, 几件贵重首饰, 重要证件, 充电器都带好, 别的也没什么必须拿走的, 住了几十年的家, 真要走时才发现, 除了钱财, 没什么不能舍弃的, 父母走的时候, 两套房全留给了我, 现在租金也都是我在收, 加上手里这些年省吃俭用攒下来的钱, 够我一个老太婆吃用的, 本想, 等我六十岁后, 就把房子过户给儿女, 现在真庆幸, 还好自己有保命的资本, 我推着箱子出门时, 女儿一家已经回去了, 儿子儿媳再给孙子洗澡, 没人注意我, 我也懒得跟他们再费口舌, 头也没回直接走了, 出了门, 倒真有些茫然去哪里, 都说我没见识, 现在有空了, 我也想四处转转见见市面, 再说万一, 这病要是治不好, 也不算白来人事一遭, 反正医生安排我下周, 才开始做放疗, 至少可以先玩一周, 我不会手机买机票, 索性打了个车直奔机场, 看了一圈目的地, 选了个最想去的, 买了最近一般的飞机, 上机前我犹豫了很久, 还是在家庭群报了句平安, 以免他们报警找我, 打扰我旅游, 我出去旅游了, 误扰, 发完就关了机, 凌晨直飞, 很快落地了板纳, 我在短视频上刷到过这里, 有名的植物王国, 早就心吃神网, 这些年要说兴趣, 我可能就只有种花了, 家里阳台角落都被我栽满了绿植, 看见绿色倔强生长的小生命, 自己也会被生机感染, 终日忙碌的日子里, 总觉得才有了希望, 可是孟直苗总是没空陪我旅游, 他还嫌板纳太热, 说出门走两步, 衣服就湿了, 不优雅, 我不需要优雅, 我只要自己开心就好, 下了飞机后, 我打开手机, 一大堆信息瞬间涌入, 先是家庭群里热闹地讨论, 就在我发了登机前那句留言之后, 妈, 您走了明天, 谁接送乐乐呀? 晚饭也没法解决呀, 爸也不会做呀, 妈, 您别说气话了, 没有我们跟着您, 您连市区都出不了, 还旅游呢, 在酒店住一晚, 明早就回来吧, 是啊, 您手机都不会用, 亲戚们也不在本地, 又没什么朋友, 一把年纪别露宿街头, 当心被人骗去嘎腰子了, 妈, 您不会是抱了旅游团吧? 现在好多特价团, 九块九, 十九块九的都是坑老年人的, 您可千万别贪小便宜, 对了, 在景区别买玉, 别买药酒, 也别买乳胶床垫, 几个孩子叽叽喳喳说了很多, 我越看眉心越紧拧, 梦之渺还来了句总结, 他要去就让他去, 年纪越大还越爱拿桥了, 我不信这个家离了他就不转了, 正好, 我索性停蔽了家庭群, 把他们的账号一起设置了免打扰, 说的话没一句我爱听的, 不过梦之渺嘴上说得硬气, 很快就自己打脸了, 第二天我醒来打开手机, 又被很多消息轰炸, 凌晨四点, 梦之渺被送去医院了, 到底还是因为吃了辣火锅, 又喝了酒的缘故, 老胃病犯了, 起初他以为没事, 可以忍忍, 结果后半夜, 忍不了了, 叫儿子起来帮他找药, 他也没找到药, 疯狂打电话给我, 当然打不通, 于是就在微信和短信消息, 不停留言骚扰我, 昨晚我太累了, 睡得很死, 当然也没看见, 手机才开机没几分钟, 儿子电话就打进来了, 妈, 您可算接电话了, 昨晚爸没吃上胃药, 都疼得住院了, 我守了半宿, 今早我和小月还要上班和接送乐乐, 实在顾不上他这边, 您先别闹脾气了, 赶紧回来去医院陪护我爸爸, 你看不懂我说的话吗? 我说了, 我去旅游了, 尽量别打扰我, 我只说了这一句, 就挂了电话, 想了想, 顺便把家里这几个人电话都拉黑了, 免得破坏我旅行的心情, 我雇了个VIP私人导游, 唱唱快快地在版纳玩了一周, 景点完遍了, 美食尝过了, 心心念念的植物也见到了, 还意外收获了不少美美的旅拍照, 一对衣服物就是好, 连摄影装造都是专业团队服务, 照片里的自己好像一下年轻了十岁, 原来我也是可以像楚念双那样光彩照人的, 私人导游很贴心, 还教会了我一些常用up使用方法, 现在我也可以自己用手机打车, 预定机票酒店, 导航看路, 甚至还学会了刷帖, 旅游都能自己查攻略了, 以前让儿女们教, 她们总也没耐心, 现在不用求人了, 我这老太婆也算没彻底被时代淘汰, 在外旅游这段时间, 我心情一天天好了起来, 不过一周后等我返回江城, 在打开家庭群时, 又是一堆鸡飞狗跳, 说一千到一万, 无非是家里没有任劳任怨靠谱老妈子后, 人人四面楚歌, 尤其是当儿女抱怨找家政时, 他们才发现更多麻烦, 人家做饭打扫卫生的阿姨不管带娃, 专门带娃的育儿嫂不做家务, 管幼儿园孩子的育儿嫂又不愿揭晓学生, 得再找个托管看一年级的乐乐, 请一个保姆根本不够, 更别说医院还躺着个需要送饭照顾的老人, 他们这才深刻体会到, 有个全能的免费保姆在家有多重要, 一个个也转变了态度, 从起初怪我怨我, 到后面各种甜言蜜语哄着我, 孙子和外孙女也被大人娇着, 不停在群里语音说想奶奶, 想外婆了, 让我快点回家, 妈, 您这次罢工够了, 就回来吧, 家里需要您, 深夜三点, 儿子还发出了崩溃的语音求助, 出了机场, 我直接打车回了家, 有些事应该尽早了断, 一进小区发现今天很热闹, 广场上搭起了舞台再搞活动, 我随意看了几眼, 好巧不巧, 刚好看到台上的梦之秒和楚念霜, 一黑一红两道身影, 在台上跳着激情探歌, 一进一退之间, 尽显默契, 舞蹈动作优美, 舞者之间丝滑拉着对视, 更让这个节目感染力十足, 我静静看着, 情绪竟也没多大起伏, 只剩一点淡淡酸涩, 一去惊年, 他们还是那对般配的神仙眷侣, 当初的我自以为剪了漏, 却不知不属于我的, 就算得到了, 也要付出惨痛代价, 一曲结束, 台下掌声雷动, 赞叹声不绝于耳, 梦之秒扫向台下, 眼神堪堪和我对上, 两人都愣了, 我默默低头, 转身离开了人群, 推着行李箱往家走, 没多会儿, 却被梦之秒从身后追上, 他抢过我手里的行李, 不发一言自顾走在前面, 两人一路都没说话, 进门前, 他竟难得低声开口, 回来就好, 我愣了片刻才进门, 还好, 家里没我想的那样乱, 估计是家政的功劳, 不过我精心养了很久的几盆植物, 倒是念罢了, 我刚坐下想开口谈正事, 门开了, 楚念双神采飞扬出现在门口, 老梦, 怎么也不等等我就先回来了, 见到我, 他比我还惊讶, 握着钥匙的手, 不自觉往身后藏了下, 韵如回来了, 也真是的, 怎么也不通知我们去接你, 这几天去哪里散心了, 老梦住院都还在担心你呢, 他笑着寒暄, 在我身边坐下, 哀对了, 还没跟你说呢, 前两天之秒不是刚出院吗, 家里忙不开, 梦松梦竹这俩孩子不放心终点工, 怕外人对老人小孩不好, 就求我搬过来帮着照看几天, 不过我都是住客房的, 你别误会啊, 我点点头, 但没接话, 其实要不是老梦不习惯家里请常住保姆, 也不用这么麻烦的, 很多事情啊, 用钱就能解决, 不一定非要把自己都累得团团转, 这我当然知道, 梦之秒这人很怪, 收入不低, 但不喜欢家里有外人, 这些年, 家里就没请过保姆, 不过我不是来唠家常的, 我现在的时间, 还挺宝贵的, 我看了眼梦之秒, 他也在看我, 不知在想什么, 我便直接开门见山了, 梦之秒, 我们离婚吧, 一瞬间, 梦之秒脸色变了, 是那种很难在他脸上出现的震惊与慌乱, 不过只是虚余, 他又恢复了清冷镇定表情, 运如, 你该知道你这个年纪了, 什么玩笑不适合开, 我没开玩笑, 这是深思熟虑了一周, 才做出的决定, 我想, 这对我们彼此来说, 都是种解脱, 梦之秒黑了脸, 为什么, 就为了一顿晚饭, 对, 我点点头, 又摇摇头, 也不对, 不只为一顿晚饭, 就当是为了今后, 许许多多顿晚饭吧, 后半辈子, 我不想再困在家里当主饭婆了, 我还有其他事要做, 梦之秒胸膛剧烈起伏, 这是他发怒的前兆, 此时, 门打开了, 两道惊喜的铜声响起, 奶奶, 外婆, 乐乐和西西邪都没换, 就冲了进来, 我一下抱住了他们, 自己一手带大的孩子, 心底到底还是想念的, 可孩子们只在怀里待了三秒, 转头就看见沙发角落的楚念霜, 便挣脱, 我向他扑了过去, 仙女奶奶, 西西和乐乐围着楚念霜叽叽喳喳, 熟忍地讨论着今天的趣闻, 梦松和梦竹紧跟着也进来了, 见到我, 两人都很惊喜, 快不过来抱住我, 妈, 您终于回来了, 气色不错呀, 您倒是玩开心了, 我们在家可惨了, 您回来就太好了, 家里离开您, 真是一天都转不动, 正好这个家政, 我们也不太满意, 等会儿让她明天就别来了, 对, 妈您不知道, 这两天多亏念霜阿姨在, 医院家里两头跑, 帮了我们很多忙, 楚念霜尴尬笑笑, 梦之鸟却突然把手里的茶杯, 狠狠往桌上一搁, 混账, 你们的妈妈不是保姆, 刚回来, 你们又安排这安排呢, 就不能让她好好休息休息, 从今天起, 你们各自搬回自己家, 该找保姆找保姆, 没事别回来, 让你妈操心, 被她的话震惊了, 两人都不敢吭声, 连我也惊讶极了, 这不像从前梦之鸟能说出的话, 但我也没时间跟他们继续拖着了, 这些事, 以后你们自家人商量着办就行, 老梦, 你看要是有空的话, 明早九点, 咱们就去把事办了吧, 梦之鸟表情已是十分难看, 你真要离婚, 梦松梦竹刚刚才被梦之鸟的怒火震住, 现在又被我的话惊了, 不可置信地看着我们, 妈, 您要离婚, 为什么呀, 妈, 您不会是因为念双阿姨吧, 她真就是来家里帮忙, 我们都看着呢, 您心眼也太小了, 我摇摇头, 跟他们解释不清楚, 以后梦之鸟自己慢慢给他们说吧, 我考虑清楚了, 这个婚一定要离, 我只坚定对梦之鸟道, 不是, 妈, 您一个家庭妇女, 又快六十了, 离婚了怎么养活自己, 妈, 您是不是在外面被那些老头, 还是老姐妹忽悠了呀, 追求自由人生什么的, 其实那些都是奔着您的钱来的, 是啊, 就算您以后还能再找个老伴, 那新的哪有缘配好, 人家不仅让您伺候, 还算计你呢, 儿女真急了, 你一言我一语地劝, 我实在烦了, 离婚是我和你爸的事, 轮不到已经成家的儿女来指责, 再说离婚了, 按贡献这个家我也能分一半, 再加上你外公外婆留给我的遗产, 我养老够了, 也不用你们两兄妹操心, 两人呆了, 许没想到我这么现实, 后路也想好了, 孟之渺, 你不会是想求我不要离婚吧, 谈判陷入僵局, 我只好下记猛药, 以孟之渺的清高, 不允许再重任, 尤其是女神面前丢这个人, 果然, 她立马点了头, 几乎咬牙切齿一字一句, 好, 我同意离婚, 就按你说的办, 放心, 我孟之渺该分你的, 一分不会少, 心里大石落了地, 我松了口气点头, 事情说完, 我便起身离开, 孟之渺心红灼眼, 不发一言, 儿子女儿比她还生气, 在我身后崩溃大喊, 妈, 好好的日子不过, 非要拆散这个家, 您想干什么呀到底, 我没回头, 离开后, 我在医院旁边租了一套精装公寓, 家电家具齐全, 拎包入住, 步行五分钟, 就可以去医院, 方便这段时间的治疗, 还是托上次那个小姑娘帮忙找的, 小姑娘名叫文文, 也是个要强的, 从重男轻女的小山村, 一人跑出来求学, 工作, 上次加了联系方式后, 她知道了我的情况, 不但帮我找了房子, 还帮我介绍了医院里职业陪看病的, 方便治疗时帮我跑腿, 安顿好之后, 我在医院附近请她吃了顿饭, 表示感谢, 晚上十点我正要睡觉, 家庭群里又弹出了好多条信息, 我点进去, 无非是儿子媳妇女儿女婿又在群里劝我谨慎离婚, 见我不回复, 又纷纷私信我, 妈, 您一把年纪了离什么婚啊, 我们这些小辈和乐乐兮兮他们都要跟着丢脸, 妈您要想清楚, 离开这个家了, 以我爸的条件, 退休金又高, 人又帅, 一堆老太太往上扑, 您想再回来可就难了, 妈, 您一定会后悔的, 不管他们说什么, 我都没回, 最后儿子发了句, 妈, 在我们最难的时候, 您不帮一把, 就这样一拍屁股走了, 恕儿女们不笑, 今后恐怕也无法给您养老了, 我直接退出了家庭群, 拉黑了他们所有人, 除了孟之苗, 毕竟还要联系办理离婚手续, 好好休息了一晚, 第二天八点半就打车到了民政局, 还贴心地给孟之苗发了条提醒时间地址的短信, 一直等到九点半, 孟之苗才出现, 我又松了口气, 他胡子拉叉, 看上去黑眼圈也有些重, 也是, 一辈子站上风惯了, 难得有一次被我压了一头, 工作人员见我们的年纪, 惊讶了几秒, 但也就简单问了下离婚理由, 孟之苗冷冷不说话, 我微笑道, 非要说理由, 就性格不合吧, 工作人员脸上写满问号, 但见我坚持要离, 财产一人一半也没争议, 人家便放弃调解, 直接给我们办了, 反正现在还有一个月离婚冷静期, 出了门, 孟之苗比刚才脸色还臭, 我没管他什么心情, 在他的惊讶中直接上了网约车, 扬长而去, 在车上, 我把孟之苗也拉黑了, 一个月到期再放出来吧, 没了操心的事, 后来反倒过得轻松许多, 放疗很顺利, 其间身体的确有些不舒服, 但还能忍受, 闻闻每天都要抽空过来病房看看我, 有时帮着跟医生沟通, 有时陪我吃吃饭, 聊天打气, 周围人都以为他是我女儿, 还羡慕我好福气, 这些天, 我得知了他家里不少奇葩事, 知道这孩子从前实实在在受了不少苦, 连读大学都是自己兼职挣的学费, 我见他也是孤身一人, 变动了心思, 真认了他当我的干女儿, 本应难挨的抗癌时光, 反而是这些年过得最清闲的一段, 早上基本完成当天治疗, 下午和晚上都没什么事做, 闲下来的我反而容易胡思乱想, 每个癌症病人可能都会很怕死吧, 我其实也不例外, 医生劝我找点兴趣转一下注意力, 可以在附近散散步缓解心情, 闻闻得知我年轻时是学国画的, 一个劲鼓励我重新拿起画笔, 但我都几十年没拿笔, 实在不敢碰, 某天我傍晚散步, 偶然经过公园旁一间古色古香的画室, 走进去转了转, 一步留神看一位老人作画入了迷, 一声不吭, 在他身后看了半小时, 等他回头, 发现竟然是大学时最欣赏我的那位老师, 老人家已经八十多了, 身体病痛也不少, 但居然一直坚持国画事业, 这些年他的名声越来越大, 老师认出了我, 既惊喜又感叹, 他看出我还是喜欢画画, 鼓励我继续画, 我连连摆手, 他却耐心劝我, 就当你从前没学过画, 不必有包袱, 现在是从头开始, 就当兴趣爱好了, 在老师的不停鼓励下, 在当了三十六年家庭主妇后, 我终于鼓起勇气重拾画笔, 一开始很声色, 连基本技法都忘得差不多了, 实在羞于贱人, 但我时间很多, 每天都坚持练习, 很快又找到了感觉, 老师忍不住感叹, 当年我就看好你, 虽然你人说话笨拙了些, 但你画画耐得住性子, 画作也很有感染力, 是有灵气的, 哎, 当初你要不是毕业, 就当了家庭主妇, 现在想必也有一番成就了, 我羞愧低头, 对不起老师, 愧对您当初的教导和赏识了, 他微微一笑, 不过没关系, 莫到桑鱼晚, 胃霞上满天, 你现在的年纪跟我比起来, 也还是小学生, 从现在开始努力还不晚, 我红着脸点头, 心到一定要好好努力, 不能再辜负老师第二次, 有了画画消磨时间, 治疗期间过得更快了, 除了时不时会接到梦之秒的电话, 他在被拉黑后, 总是用陌生号给我打, 有时候问我, 某件衣服, 某本书放在哪儿, 他找不到了, 有时候又问我, 某个亲戚半喜事, 应该回多少礼金, 有时候是问我, 哪棚我喜欢的花开了, 要不要回去看看, 甚至有时候只是单纯喝醉了, 问我天黑了怎么还不回家, 当然我都没回应, 为了不干扰自己治病, 来一次拉黑一次, 只觉得莫名其妙, 他和楚念双被耽误了那么多年, 现在没有了最大的阻碍, 甚至连儿女孙子孙女也都喜欢他, 难道不应该抓紧复合, 珍惜人生下半场吗, 怎么我一个旧人, 还老是挂在嘴边, 说起旧人, 放疗第一期结束前, 我和文文从治疗室出来, 路过花坛时, 冷不丁看见两道熟悉的身影, 楚念双坐在花坛边座椅上, 不远处, 梦之秒朝他走过去, 递给他一瓶水, 手里还拿着检查单子和一包药, 太阳很大, 楚念双举起手挡住光, 梦之秒簇眉, 从拎着的女包里翻出伞, 替他撑上, 楚念双对他玩耳一笑, 我看得有些诗神, 原来梦之秒也不是不能体贴人, 不是不能做这些琐碎似的, 只是不是对我做而已, 多登对的一对, 这才是圆满故事该有的结尾, 我拉着文文离开, 梦之秒却冷不丁抬头看见了我, 急不向我走来, 纪韵如, 你跟踪我, 不是说不在意我了吗? 梦之秒拉过我的手臂质问, 楚念双跟上来, 韵如, 你别多想, 老梦只是陪我来看流感的, 我发烧了浑身无力, 我没多想, 毕竟我们已经离婚了, 虽然明天才能领证, 但它是自由的, 我刚说完, 穿着白大褂的文文就挡在了我身前, 这位同志, 请不要拉拉扯扯, 这里是医院, 他把梦之秒的手拽开, 又拉我走远了一些, 还有这位病人, 您如果已经得流感了, 请好好佩戴口罩, 以免传染给其他人, 楚念双脸疼得红了, 连退了几步, 梦之秒却看清我外套下穿的是病号服, 韵如, 你病了吗? 他言语间有些着急, 不然来这里休闲娱乐吗? 文文没好气, 什么病? 没事吧, 要不要我帮你联系专家看看? 我摇摇头, 小病, 明天就出院了, 不会影响领证的, 说完我抬不要走, 不是什么美好的记忆, 实在没叙旧的必要, 梦之秒好像还想追上来, 楚念双在身后却似乎要倒了, 他只好又转身帮忙, 妈, 这就是您那前夫? 文文撇嘴, 我点点头, 我猜您年轻的时候, 肯定是被皮像冲昏了头脑, 他长得是人模人样的, 就是眼神不好, 文文难得调侃我, 我笑了, 是啊, 你可真机灵, 一猜就准, 笑着笑着, 我恍然发现, 以前的一些耿耿于怀, 好像也可以作为笑谈了, 医院偶遇我没放在心上, 但转天正式领取离婚证时, 梦之秒却失约了, 我把他从黑名单放出来, 打了无数电话, 一直没人接, 无奈只好又把家族群也放出黑名单, 梦之秒, 如果你还是男人, 就请守约来民政局把手续办完, 信息一发到群里, 梦之秒的电话果然马上拨了过来, 有必要吗? 韵如, 你非要逼我是吗? 他声音前所未有的嘶哑, 我们之前说好的, 难道你要言而无信? 对, 我后悔了, 我们之间本来就没什么问题, 不就是因为家务的事? 我现在可以忍受外人在家了, 大不了我们请个保姆, 你回家也不用再做家务, 我沉默了, 事到如今, 他还是不知道, 究竟我为何要离婚? 我十分不解, 梦之秒, 我绑了你那么多年, 你和楚念双也错过了那么多年, 难道不想跟他破镜重圆吗? 他似乎恍然大悟, 到底是为这件事, 我都说了, 那是几十年的老黄历了, 现在我和念双清清白白, 只是他一个人孤苦无依, 我有时候帮帮他而已, 为什么你就是不肯信呢? 几十年都这样过了, 黄土埋半截身子的人了, 还闹到一把年纪非要离婚, 就因为忍了几十年, 才不能继续错下去啊, 我也叹了口气, 梦之秒, 你不肯领证, 是担心我今后比你过得好, 你嫉妒吧, 对面彻底生气了, 斩钉截铁道, 好, 离, 看看到底谁离不开谁, 看来还是我了解他, 胜过他了解我, 激将法永远有用, 那天到底是离城了, 财产方面, 梦之秒倒是没亏待我, 这点人品他还是有的, 按之前说的, 存款分了一半给我, 房产共两套, 也分了一套给我, 这段维持三十六年的婚姻 终于画上了句号, 从今以后, 前尘往事, 为胜相望, 卸下大时, 我少有的发了条朋友圈, 恭喜我自己, 这把年纪还有选择自由的勇气, 亲戚朋友老同事不解, 纷纷来问我, 我只搪塞性格不合, 别人不信, 过了几十年, 才发现性格不合, 见鬼了, 人人都猜我很快会后悔, 毕竟梦之秒条件在那摆着, 很快就会有人补胃, 说我会肠子毁清, 我有点无语, 我寻思我现在也不差呀, 三套房在手, 几十万现金存款, 再加上一个贴心的小女儿, 癌症也控制得不错, 第一期治疗很成功, 只要定期检查不复发就行, 不过日子都是自己过的, 没必要对外人解释太多, 我专心沉迷进了国画的世界, 闻闻见我画得越来越好, 非要教我在社交平台, 注册自媒体账号, 说是既可以跟同好交流, 绘画心得账粉, 还可以激励那些同样年纪大, 或是同样被家庭耽误了兴趣的女性, 重新找到自己, 我便试着注册了个账号, 起名叫默染岁月, 把自己重新出发, 学习国画的视频和图片发了上去, 慢慢地吸引了不少粉丝关注, 渐渐成长为书画区小有名气的博主, 日积月累, 竟也挣到了不少广告和流量前, 不过镜头里我从不露脸, 只有专心画画的背影, 文文实习期结束, 学历限制下, 医院留不下来, 找工作也不顺利, 我便主动替他出了钱, 鼓励他继续读博, 学历提升了, 人生才有更多可能, 文文哭着感激我, 说以后挣了钱一定会还我的, 还坚持给我写了借条, 日子就这样充实而缓缓度过, 有几个老友时不时来看我, 他们还记挂我和梦之秒, 偶尔会跟我提起他的近况, 虽然我并不感兴趣, 如今老梦是越来越怪了, 以前还能言善道挺和善的人, 现在经常愣不吭声, 楚念双下月初一就要正式入住你家, 哦不, 老梦家里了, 也不大半, 他们就请了几个亲戚和老朋友吃顿饭, 不过你也确实不用在意那些, 我看如今你气色是越来越好了, 你和你干女儿一起跳那什么舞可真有用, 你现在身材可太紧实了, 穿着旗袍画画的时候真像网上说的女神, 我只就那么一听, 笑笑就过去了, 没放心上兜兜转转, 她到底取到了心底那抹月光, 可我没想到了初一那天, 却发生了意外, 那天我去医院复查, 诊室里突然见到了久违的孟之渺, 还有儿子儿媳, 女儿女婿, 甚至还有孙子和外孙女, 我惊讶地忘了动作, 孟之渺却朝我冲了过来, 韵如, 你怎么不告诉我你得了癌症, 孟之渺死死拽着我的手, 几个月不见, 她瘦了一圈, 脸色很憔悴, 双目也有些失神, 儿子哭丧着脸上前, 妈, 您怎么不早说, 您得了这么重的病, 女儿也有些哽咽, 就是然妈, 要不是为了念双, 阿姨搬进来, 把整理旧物, 还发现不了您的体检报告, 您这是打算瞒我们到什么时候, 孙子外孙女也跟着过来抱住我, 我拍了拍他们的头, 苦笑了下, 还能说什么呢, 心硬生生等冷了, 也就不再期盼什么了, 医生越听眉心越紧, 忍不住出言提醒, 病人现在正在康复期, 需要保持良好的心情, 请各位尽量少刺激他, 众人沉默了, 伴赏, 儿子善善开口, 妈, 那您要是早说, 我们早就请保姆了, 也不会一直就让您累着呀, 女儿也说, 是啊,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我们都不知道, 肯定无意间伤了您, 要不您回家, 现在孤家寡人的, 又是重病, 没人照顾怎么行, 文文去外面交费, 刚进门就听见这几句, 他脸顿时一沉, 快步过来扶我, 见我眼里似有泪花, 他有些急, 妈, 您怎么又心情不好, 医生说必须保持好心情, 那些不相干的人, 就别理会了, 我们回家吧, 嗯, 好的女儿, 我接过他手往外走, 梦竹文言惊呆了, 妈, 您, 您怎么什么时候多了个女儿, 梦松也慌了, 妈, 什么意思, 您在外面还有个女儿, 梦直苗脸色也黑成了锅底, 死死盯着我, 一直没开口的儿媳妇也说话了, 妈, 您别老糊涂了, 现在外面什么人都有, 您手里可有三套房, 加大几十万存款, 你图人家对你嘘寒问暖, 人家图你的遗产, 那些将来都是梦松梦竹, 还有我们乐乐的, 咱家的财产可不能便宜外人, 啪, 梦直苗突然打了梦松一巴掌, 他冷冷开口, 梦松, 让你媳妇以后这种混账话少说, 你们是一体的, 我不打女人, 所以打你, 你妈人还好好的, 说什么晦气话, 梦松被打懵了, 愤怒地瞪着他老婆, 后者善善地闭了嘴, 他的话实在太过分, 我听了都生气, 更别说文文了, 文文脸已经气得通红, 我实在气不过, 我找了个女儿又怎么了, 你们不也认了个新妈, 我女儿是什么样的人, 我最清楚, 但凡你们谁对我的关心和照顾, 能有她的十分之一, 我都不至于到今天, 别说她不是图我的钱, 就算是, 我也认了, 话不投机半句多, 说完我拉了文文就走, 几人倒是没脸在留我, 只是梦竹和梦松看着我们的眼神, 格外复杂, 我以为他们不会再来骚扰我了, 毕竟我不用每天都去医院, 他们也不知道我住哪里, 结果转天, 梦之苗还是辗转打听到了我的新住址, 开门时, 我愣住了, 梦之苗比昨天又憔悴了好几分, 声音沙哑, 我, 可以进去坐坐吗, 就看看你, 过得怎么样, 我想了想, 是以她进屋, 没带她参观, 也没给她倒水, 毕竟她也不是我邀请来的客人, 她却没介意, 自己在房内到处转, 见我房内满是画作, 不时流露惊讶, 韵如, 你又重拾画笔了, 感觉你比多年前画得更好了, 人也很有精气神, 像年轻时候那样, 年轻时候啊, 我突然在想, 年轻时候, 你眼里也曾有过我吗? 你这里没有我想象的那样冷清, 有家的感觉, 反而我们从前的家, 现在更像一副没有灵魂的曲窍, 我开始自顾作画, 没搭理她, 她却在一旁撞似, 不经意念叨开了, 我和楚念双彻底分开了, 本来也没想过跟她复合的, 几十年过去了, 我才发现自己早淡忘了, 或许忘不掉的, 可能只是当时自己的执念, 是她, 一直求我给她一个弥补的机会, 我一个人过着, 也没什么盼头, 想着能让另一个人有点盼头也好, 但自从知道你病了, 我突然发现以前对你的关心远远不够, 好像不能就那样继续错下去, 更发现, 我可能比我想象的更在意你, 我的笔顿住了, 突然就不知下一笔该琢磨何处, 说到这里, 她走到我眼前, 深情看着我忏悔道, 对不起, 韵儒, 其实, 我不想和你离婚的, 是我耽误了我们几十年, 请给我个机会, 弥补好吗? 我没思考, 条件反射就摇了摇头, 宣纸上刚着的那笔墨, 却在瞬间被一滴泪珠蕴染开, 今天的拜访到此为止吧, 请你离开, 我要工作了, 我起身送客, 关上门, 泪水像断了线的珠子, 一样落下, 不是为她, 是为了我自己, 好像这么多年, 终于对自己有了个交代, 我用了半辈子, 想捂热一颗心, 现在这颗心终于捂热了, 我却不想要了, 我放弃了, 决定把后半辈子真正还给自己, 再后来, 梦之秒天天出现在我附近, 有时去画室看我做画, 有时在医院等我做复查, 有时还在我家门口买了一堆蔬菜水果, 她好像不忙了, 每天就围着我转, 有时儿女也跟着她上门探视, 我没让他们再进来, 为了不被打扰, 隔三差五我就和画友们一起出去旅游写声, 过了月余, 我账户上突然收到两百万, 还有梦之秒的一条短信, 我卖了老房子, 想着你治病可能需要钱, 她这样着实出乎我的预料, 其实我现在真不缺钱, 治病有我之前买的商业保险, 生活有房租, 还有我现在的自媒体账号收益, 不比她退休金低, 我打算还给她, 毕竟她现在压力更大, 那么大一家人要雇, 大笔账转账麻烦, 我还没抽出空去银行办, 就听说儿女在家里跟她闹, 我叹息一声, 赶紧转回给了她, 当天她就又出现了在我眼前, 韵茹, 你心里还是有我的对吧, 孩子们也都想你了, 你回家吧, 我现在自己也能照顾自己了, 还能帮着照顾孙子孙女, 你原谅我吧好吗, 我又一次坚决拒绝, 她却像个不肯放弃的愣头青, 三天两头往我这儿跑, 亲戚好友也纷纷来做说客, 我烦不胜烦, 只好悄悄又搬了家, 并且花了更多时间在旅游采风上, 一去就十天半个月, 一两年下来, 竟然也走了小半个祖国的山山水水, 感觉真像诗里说的, 使之天地真是广, 我结交了不少好友, 也积攒了好多画作, 两年后, 癌症幸运的也没复发, 心情和身体都不错, 六十大寿那天, 我开了第一个个人风景画展, 不少粉丝和画友都来捧场, 甚至竟然也卖出了几幅高价画作, 老实欣慰亲自到场, 高调宣布我是他的关门弟子, 还吸引了许多媒体报道, 画展最后一天, 我又见到了许久未见的梦之渺, 他比两年前还枯瘦, 我几乎很难将他与从前那个风采浊然的梦之渺重叠, 他失魂落魄地站在一幅飞铺画作前, 久久没有移动, 见我过来, 他有些手足无措, 这是那个野铺吗? 你以前总说想亲自去看看的, 是我太忙了, 你终究还是看到了, 我点点头, 听说他也病了, 早期, 现在也不怎么出去活动了, 成天闷在家里和医院, 突然身后传来了几声妈, 在画展见到我, 儿女们比梦之渺还震惊, 梦之渺可能没跟他们提过, 我重新开始画画了, 他们也不会想到, 近期很火的漠染岁月画者, 竟然会是自己的妈妈, 那个平凡几十年了的家庭主妇, 妈, 您怎么看着比两年前还年轻了几岁, 妈, 您画那么好, 以前怎么没给我们展示过, 奶奶, 你画画好棒啊, 比我们老师给我们看的画家还画得好, 外婆, 我好崇拜你啊, 我只笑, 没怎么说话, 梦松梦竹看起来, 倒比从前沧桑了不止一圈, 听说梦松去年还和小月离婚了, 从孩子们的眼神里能看出, 他们有很多话想对我说, 我能猜到, 无非是看到我还一个人, 以为还给他们爸爸留机会, 我没给他们时间多聊, 毕竟还有很多重要客人要接待, 文文也要带同学来捧场了, 临走时, 梦之鸟对我最后说了一句话, 从前我还有幻想, 现在我才知道, 你是绝不会回头了, 我笑得开怀, 那当然了, 现在的状态, 是我这辈子最幸福的时候了, 人生海海, 或许我们也会再见, 就当为旧友吧。 我会见到,